哈喽 我现在在新疆的野马谷生态园 然后这里厉害的地方呢 它就是全球最大的汉雪宝马基地 像我身后的马厩里面 全部都是一批一批的汉雪宝马 这种在历史书和武侠小说常见的马种 其实是在2000多年前 经由西域来到中国 之后神秘消失 直到2012年 中国野马集团才将其从中亚逐渐引进 并在新疆建设汉雪宝马基地 汉雪宝马叫这个名字 好多人说是因为它会有血奔跑的时候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汉雪宝马皮薄毛细 它奔跑的时候肌肉和血管膨胀的速度比较快 在奔跑的时候呢 它的汉液随着血管和毛皮留下 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在流血 实际上汉雪宝马并不是因为它在流血 汉雪宝马最爱吃的呢 是咱们现在朋友们手上拿到的胡萝卜 最相当于它的甜品 之所以它现在这么兴奋 就是因为它看到各位手上拿到胡萝卜 它很远就能闻到 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说汉雪宝马除了速度快以外 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耐力非常持久 像以时速50公里来说 一般马匹呢 基本上只坚持大概30分钟左右 体力就会出现下降 可是汉雪宝马可以坚持到一个小时 实际上汉雪马是同漫的国宝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 目前仅有约3000匹 也因此造就它不菲的身价 被称为是马届马拉利 就是我们的汉雪马的价值呀 根据它的品相和血统 还有它的族谱的谱系不同呢 价值从2000万到5000万之间不等 现在因为这个最贵的汉雪马呀 现在应该是在4000到3000到4000万之间吧 应该这么价值 我现在在看一场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马术表演 因为里面跑的马全部都是汉雪宝马 然后刚刚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说里面有一批 剩下大概是金粉色的马呢 它就是整个园区里面价值最高的汉雪宝马 剩下来到4000万人民币 而且台并呢 大约是116000万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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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